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田园 上一期我用三个鸡腿做了空气炸锅板的鸡排 今天我再用三个鸡腿来炒鸡丁 同样的三个鸡腿 切开 刀尖沿着鸡骨头 往下削 紧贴的鸡骨头就行 把这些筋膜切断 然后顺手一拉 就可以取出鸡肉 切成小丁 鸡块不要切得太大 像我视频显示的这样 然后要记得切得均匀 一会儿炒的时候才会一块熟 放在碗里 准备给它调味 盐 黑胡椒粉 线末的也行 辣椒粉 不吃辣的可以少放或者不放 加一点油 会让鸡肉炒出来的口感更好 抓匀 之后 再放一些 素粉在外面裹上 这里除了油以外 我是不加带液体的调味料 这样子呢 是可以保持这个鸡肉表面非常的干燥 你看要像这样子的状态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就是没有水分 准备配料 土豆 蒜头 和桀瓜 这些都是水分不大的蔬菜 把蒜头比较大颗的给它对半切开 土豆同样切成差不多大小的丁 桀瓜也切成丁 这里只要注意一下不要切太大颗 切得均匀就可以了 还有一样 我会需要一些黄油 像视频显示的 这么小半片就行了 甚至更少没问题 我需要它这么一点味道 先把锅烧热 再放油 油的量不能太少 放进腌好的鸡块 这样一个炒锅 如果你想吃鸡块是有略带酥脆的口感 鸡肉就不要太多 三个鸡腿足够了 开中等偏高的火来翻炒 火力不能太低 避免鸡肉出水 这样鸡肉的表面才能炒得酥脆 不要翻得太轻 只要表面酥脆了再去冻它 因为之前鸡肉切的不大 比较小的颗粒 所以大概炒三到五分钟 就能熟透 当鸡肉熟透的时候 把刚才的蒜头放进去 让它在油里 跟鸡肉一起翻炒 炒出香 这个蒜头和鸡肉 再一块翻炒 会非常的香 当看到蒜头开始变软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刚才的黄油片放进去 这个我是受到煎牛排那个做法的启发 其实放一点点黄油在鸡肉里面 你会吃到像在肯德基麦当老吃的那个炸鸡的那个味道 只要黄油炒融化了 就把它装起来 记得要尽量把底油留在锅里 再放进刚才的土豆丁 用中等的火来炒 不要太小火也不要太高的火 一直把土豆炒到半透明状态 再把解瓜放进去 有朋友说我家里没解瓜 你用青瓜也行 但青瓜的水分比较大 所以你可能要火力再大一些 让它水分能挥发的快一些 混合起来 把它们翻炒到熟透 大概需要三到五分钟 这里我们不加水就是干炒 它才会出香 然后加些盐调味 稍微翻炒一下 让它吸收盐的味道 等快出锅的时候 往里面加一些黑胡椒粉 或者你自己喜欢的辣椒粉 或者其他的调味料都行 但是还是保持干燥的调味料 不要有液体的比较好 要炒到像这样子有点焦黄 取出来 那我这里呢 就没有让它跟鸡肉混合起来 你试试看 你可以吃到两种不同的风味 这里的鸡丁表面略带酥脆 很入味又香气十足 那么这些蔬菜呢 是用鸡油和黄油来炒的 本身就非常有味道 你看我们用三个鸡腿 同样能做出一盘非常好吃的菜 大家动手试一下 你一定不会失望的 好吧我们下期再见 兄弟们 既然 不像 如果有点赞 很幸福 魄